比凡魅力,雖然配有潘頓,但這隻馬不是這個路程馬 應該是1400、1600馬,1800米上場都證明不到 你見到樓後追,但追上去不算很多 迫近不到環美復星,成功升區 連金剛復星都過了,我覺得1650米是極限的 這次潘頓雖然肯騎,菊草,但我有點擔心他的氣量 反而這隻金剛復星,排12頓,他只是留著跑 上場跑千百米都沒問題,平分開始有優勢,28分 但一隻未贏過的馬,長期都被受追捧,又是限於拖腳 我覺得他應該這樣說,他跟非凡魅力,機會不是差很遠 但始終氣量好一點,所以選他先過非凡魅力 有力,排了一個三檔,但真的未夠力 上場雖然嚇一嚇我,入直路的時候很早就走出來 但回來後,他是400米出頭,但到最後250米已經停了 他要發揮得很漂亮才行,但見不到他有能力 而且他是排Rubick的,Rubick不是那麼長的馬,應該是短一點的馬 明德之星排他一檔,但見到他轉到馬房之後 轉馬房之前已經看到他立了,上櫃也鼓得很厲害 20分反彈上來,贏三場,已經交代了有餘 但之後就不想跑,11月10號跑完,之後功夫也是很正常的普通 神科不見得起色,只會減三分的馬,再減一分 表表說再轉馬房,蘇惠賢都搞不定 這隻完全搞不定,本身是不厲害的馬 輸了兩場,今次大幅增程,路程會對 但未見到他有轉變,神科不覺得是有起色的 我真的選不到他,有堆馬好像明顯比較好 勝出魅力,上季,不知是季初有一場 上季跑泥地,1800米那一場,我有選他的 因為我覺得去泥地可以偷雞 但季來跑了四場,都非常差,選不到 這場馬,有些邊線馬,我先說邊線馬 獨身訂組,電信品跑,華美復星,非凡魅力 金剛復星,這些全部都是邊線 但如果說正正路路,無限驚喜,成功升距 剛剛上場,在田草,1800米,一放一追 今次回到谷草,金管級數上全都高了 一對馬,你不能不選 也不會大熱Q,因為始終一個是楊明倫十一檔 然後是香港精神,排個八檔 你不能不選,但又是一隻最厲害排第三 那你怎麼辦呢? 金剛復星排十二檔,你卻去追 但你不會拿來做膽 華美復星排二檔,跟前少少希望去賺 所以排面上是這些馬 但好像上次那條Q,成功升距 但無限驚喜,好像可以請高少少 第五場,四班千二米,這場馬的步速應該不會慢 有隻異話不說,同盟力量在這裏 首先說異話不說,為何來跑谷草 如果跑田草千二米,我們還要做馬膽 但以前跑谷草也曾經接近過 又是用蔡明少,有三班 這次排六檔會不會自己放呢? 因為他貴來三次,不是用最佳跑法 留著少少來跑,但上場已經看到有明顯的追勢 這場馬,我本來想找他走投 但見到對手差不弱 但他這次加了眼罩 加上眼罩 以前贏馬,都是大眼罩為主 所以如果他這次肯放出來 可以做馬膽 就是能贏的 在臨場看看會不會有多不多飛 第二,看看會不會帶你前置 二號馬,銘記之心 近六場,貴來跑六次 最差的排隊是四 上場跑了一個第三名 回到輸比,勇創派對明顯比你高 還要戰紅三仙 明顯厲害 他沒有跑錯,魅力昇光排隊是四 剛好可以在直路賽跑到第二名 所以上場到第三名是完全不失禮的 排個七檔 用莫雷拉 一定會帶二門來的 所以不用多說 你是不是也不能飛到他 三號馬,這隻騰龍驅 見到上場終於贏馬 我之前都說過 他差不多 但我覺得他還差一場 結果都照贏 我看錯了 因為我打算他還差一場才夠贏 或者才會搏 結果他鬥下去都勉強鬥贏 兩派寬騰 而跑贏的無可限量 極爽,長肇之王那些都不頑 因為他上場是慢步速 他爆了末段二十三秒二百 始終他是一隻有班的馬 但這次跑了十檔 那又是何宅耀 我想應該會留得後一點吧 上次梁家俊 這次是何宅耀 換人的 不知道為什麼 是否梁家俊停賽 但怎樣也好 排十檔 我覺得你拖一票算數 拖T算數 因為對手很差 你不排便可以追到他一直 他的形狀態是OK的 贏多多 排了十二檔 如果排內檔我會害怕 因為他的評分肯定有優勢 但現在的狀態 連續三場 跑四班都不接近 這場還要排十二檔 很難跑的 電子傳奇 Dissident的兒子 下線排 Beautiful Crown 這隻Dissident的兒子 電子傳奇 他試閘不肯走 應該這樣說 打下去就勉強肯跑一點點 但他也挺遠離水準的 我覺得他還需要一點時間 未必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第一 第二就是他要跑長一點 和狀態還不夠 美男子 又是另一隻打都不肯走的馬 ISG馬 Streetboss的兒子 你看最近大眼罩 包美 騎都不肯走 我怎麼推介這隻馬 告訴大家 國事無雙 7號馬用舌欣 馬房殺手 你看到他最近試過閘 他不是很好 因為時間太快 而他騎下去不算很肯走 時間是偏快的 但他不太快 他每次都會跑得很好 他試直路集 或是泥地集 試草地或泥地集 他之前是肯走的 但上一場 步速太快 他跟不住 感覺上不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但對手太差勁了 我選擇到沒有 很簡單 就逼著跑去第五選 記住要逼著放下去 你看看 仍然贏 我本來想找他做膽 因為見到他上季的時候 其實上季的形狀很厲害 三月之後就沒有再跑 評分50分應該還可以爭位置 而見到他在重化試襲 是仍然輕鬆的 我覺得他的狀態是 初起得來是夠爭的 評分上是有少少微利 用了潘頓打算夠做 誰知道被他撿到11檔 這次會怎麼跑呢 有可能被他搜到二三位前置位置 我是這樣希望 如果被他搜到第三位二碟位置 他有權贏你 評分不算特別有優勢 但一隻體力很好 狀態力都起了的馬 我覺得可以爭三重彩腳 同盟力量說了很多次 他有一筆不可以被人燒的馬 而這次偏偏 有隻二碗不雪 仍然贏 甚至在旁邊的角取所需 都會快 除非他讓他輕輕鬆鬆自己 在內蘭貼著內蘭 自己放 但這個機會應該不算很高 當然了 二碗不雪 真的有權不放 仍然贏 但如果你投注大彩池 保險署拖一票 我在各自無雙和其次選擇 第五選 我就選了各自無雙 沒有選擇 因為他近期的形狀實太不英俊了 用波仔 減少兩分 排一檔 暫時看不到能力 這隻馬 感覺上是一匹五班馬 要給他一點時間 或者遲些先 國取所需情 壞了 減少三分 上場 11月24日上星期 減少三分 如果可以的話 就要排手掌 我覺得 減少三分 下班 德福來到香港後 神科有少少走勢 但真跑的時候是不行的 來香港跑五次 完全不接近 11月10號跑完之後 功夫只是快跳了兩次 昨天快跳了一課 我覺得狀態不夠 這場馬 騰龍拘命記之心 仍然贏這三隻馬 我想大家都會選擇 但我就放一隻二話不雪 因為他肯定有班 而且如果他肯放頭 他會贏 我六環衝 建議 冥記之心 二話不雪 因為二話不雪 只要肯放 只要他肯放頭 就贏 所以我覺得 怎樣都好像好過 騰龍拘命和仍然贏這兩隻外檔馬 仍然贏 剛才說了 如果他又能夠 游到二碟 三四 三位 他又有機會爭 Q 甚至贏了 所以這場馬 如果你賭六環彩的話 我一定會建議 二話不雪 冥記之心 和仍然贏這三隻 騰龍拘命 你怎樣都要拖 因為有班 始終排十檔後追 要考一下取位 第六場 三班一千米 報速應該會快 起碼有隻 胡椒君曹 和你知我勝 一號買一隻十二馬 一千米稍稍嫌短 和他評分沒有優勢 所以上場我都有特別說 一千米不適合 最多是四龍拘命 他可不可以省省 結果他不夠快 還要留著來追 反而有少少追勢 但迫近不了多多保企 精彩勇士 只是跑完事事亨通 騎下去也有少少走勢 這次跑一檔 可以省省省 而不是這樣跑 純粹因為對手太差勢 我才敢擺到第三選 他評分沒有優勢 只是應該拖回T 怡春輝王轉了馬房之後 試襲成都很好走勢 但真跑是不行的 完全沒有走勢 前置也不行 手留也不行 我記得位置 但自己摸得緊緊緊 但也是不行的 最近周俊樂和他摸了兩貨 這次找到周俊樂來跑 減回三磅 我覺得也未必能幫到手 一千位是比較難的 對手差勢 但他的狀態上好像有點怪怪的 閃電精靈 之前提及過三班 一定不夠小太陽跑 初出前我也提及過 結果真的 桂立跑四場 全部完全沒有走勢 神火都不肯走 今次見不到任何轉變 沒有轉配備 我覺得狀態是不行的 所以還要先減一下分 波爾多上次完全沒有走勢 追上去不多 也說過 他在外地的形狀不厲害 他只是兩歲形狀 要進步 但暫時見不到要進步 你知道我阿勝 很早已經說過 有千二米不到 所以有些人說 有千二米不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不是 千二米不到 不關十二檔事 千二米不到 一千米馬來的 今年仍然進步了 一千米 上場自己領放到底 贏的飛騰追 國俄競出 贏得很輕鬆 當然他自己前置 這次排九檔 仍然有機會自己前置 是馬防殺手 這個 蔡明肖 我覺得是馬膽 只要他順利出閘 就算被人燒也好 他都可能應該夠快 唯一擔心的事情 始終上班 加10分 加10分是很尷尬的 如果你說加11分以上 就已經大超班 加10分是純粹因為他贏得遠 但是只要他能夠放出來 我覺得夠贏 六號碼時時 幸好 外地就沒有眼罩 但是這次就 配陳嘉喜加眼罩 見到他最近都有 拍跳 也有戴眼罩 但是我在找回 找回很久很久之前 他都沒有考過眼罩 不知為何突然被他加眼罩 我不太明白 因為我看不到他考 我只看見他是度步 神速是有眼罩 但是我覺得他未必能幫到手 所以我就選不到他 我覺得他應該要再正面一點 就是再展示一點給我看 必跑得 上場跑什麼呢 我打算他會跟前 結果他就 走到樓後 樓後回來追下去就不多 本身這馬我都覺得未必會很厲害 純粹因為他試襲也試得好 所以他想要跟前可以賺一下 可以偷一下 結果樓後跑就再見了 今場馬呢 多快馬 排完一檔 馬雅 誤信 減一下分 功證複象 多快馬 有班 純粹這件事 多快馬 有班 所以追到他一直四用彩 追到他一直四用彩 一千米是嚴短的 但是追到他一直四用彩 胡椒君曹 初出那場我選擇 但那場一千米 之後增程千米明顯不夠氣 最近是試貨集 試一貨 用潘頓和他試的1050米 很輕鬆地贏 因為他真的是一隻 要放鬆來跑 以及一千米馬來的 計算能力方面 他未有那隻你知我性證明那麼多 但你知我性 時間上 明顯地好像是四班時間 胡椒君曹 初出那場是三班時間 所以你擔心這件事 會不會胡椒君曹 比那隻你知我性更快 正路來說 一千米真的很難追 而且很多馬都狀態不夠 應該是這條4Q 電信超班 減完三分落班 會不會好一點 經常都近來 沒有什麼威脅 知道他是一隻不厲害的馬 在外地的Truffle House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夠分來香港 贏場的遠地 64分 但怎樣都好 來了香港就來了香港 對不對 贏了四班 我也是四班馬 減完三分落班 會好一點 三生好運 你看回上一場 前一場跑第四名 回來他不是輸給胡椒君曹 很多 只是輸半個馬 那場馬 他又跑贏了 多多保企 那些 所以如果今次有個快捕捉 正常偏快捕捉 用潘命輝 守著六檔 守著六七位 他可能會追到一直 這些馬要拖回 剛才都說了 很明顯 胡椒君曹 和你知我姓 一定要拖 一定要選 其他馬都很堅強選 例如十二馬 心生好運 公盡福將 加眼罩 時時好彩未得 必跑得 用馬雅 二春輝王 只怕這隻 其他馬都不怕 不如熱就熱一點 你知我姓 胡椒君曹 就是這樣 第七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 又是弱都很重要 比較偏快的馬 上轎 中華威威排在外蕩 一千米馬 就是四條煙 排了三蕩 應該正常 應該捕捉 一號馬上轎 排11蕩 第一點 第二點 會不會有馬燒 雖然他跑了四場 三班千二米 有個第二名 初出那場 我都算到數 他畜銳一擊 沒有馬燒 他都可以進來 但之後幾場 我都說他應該有馬燒 所以就輸了 他這隻馬 又是一隻 需要自己走順 走掉你的馬 但這場排11蕩 和周俊男減3磅 我怕著未必可以 所以我建議不到 我見到裡面 應該有塊馬頂他 中華威威 上場回來 菊草 一千米 上場回來 不算很多 但季來 跑一千千二米 頭兩場 做得很好 之後兩場 跑到泥地 都不行 有點覺得 好像會不會用了 上季季未適 季初 用了兩場 之後就好像跑不回來 我有點感覺 排在外代 也難跑 用馬鞋也跑低一點 我很怕玩牙耳 所以暫時 我都不能夠建議 時時奪賽 是Swayness的兒子 他試襲 最近期在松化市 按住 沒有給你看 再之前試泥襲 都是沒有看的 我覺得這隻馬 Swayness Swayness 還在香港 暫時不是很適合的 第二 感覺上這隻馬 狀態未夠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何莫雷拉 會繼續騎 會選騎 時時奪賽 因為明顯未夠 但是 如果你投注四龍賽 就拖回票 反而這隻星洲進馬 是Vancouver的兒子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剛剛買了一隻Vancouver 在跑運會 應該是挺適合香港的種 初初跑短途 之後跑長一點的馬 始終他是一隻 他的父系 Vancouver是拜金獎章 這隻馬 麗迪會厲害 他試襲 回來跑 最平均輸給 開心威龍 時間不算差 因為開心威龍 贏得太遠 再之前10月29日 我和他戰神跑 他也是前面 放回來 回到來不算頑 但我唯一擔心的是 他試襲有速度 回到來 貫注力不足夠 而且他不像 狀元級地速度那麼快 我有少少擔心 他會不會是麗迪特別厲害 一樣滿意用波鍵士 何宅堯 潘頓都摸過 試過襲 不要 最近波仔和他試 都不肯走 所以難一點 行運旅程 上次第三名 都可以的 越追越近 他始終很厚地追上來 看見他越追越近 逼近不到聖旺財 逼偏偏君子 只是跑型轉飛龍 飛馬輝王 那些 能力上 應該在這組中是超 但潘明輝十二檔 你留著來追 真的不知道追成怎樣 這組馬很多很差的 可能會阻阻他 但是 算死數 你又沒得不拖 沒得不選他 銀亮威龍 排了一檔 你看到他初出那場 跑了第五名 均速回來 但其實他都算肯走 上場輸得遠一點 包尾回來 但這次 排了一檔 第一 第二 對手實力太差了 我就夾玩回第五選 我寧願要回這隻 都不選中華威威和上教 是順利博好分 但計能力 應該不夠差前三名主 大家開心排一個二檔 但這隻馬就正好 我初出那場 我看見他 這隻馬真的不夠正好 不夠正好 原來不夠正好 不夠正好 不夠正好 上場就贏馬 齊心同行 齊心同行 快放他在裡面捐上來 守住好位 這樣標上來 這次又是排了好檔 排一個二檔 上次排四檔 上次排二檔更加好 只要出閘順利 跟著好位跑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贏馬 原因是他感覺上比聖州進馬 我怕聖州進馬 最後幾步頂不住 我看見他 心連心 Invincible Spirit的兒子 下線是Sminder 濕地 等濕地 等泥地 暫時還沒得住 應該 看見他很生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所以遲些先 四條煙 四條煙 我講了幾次 我一直都講過這隻馬 不聰明 第一 第二 在希斯上更加不用考慮 我覺得從頭到尾都不聰明 是poise to strike 普通三班尾四班頂馬 濕地更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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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熟不會有進步的馬 而且他好像一千四路程馬 千二米不太到 來到香港 唯一一樣 這次就是潘頓跑 而且你看見他 之前試集在狀態上升了 所以唯一是這個變數 看看他可不可以 跑得好一點點 季內第二場 熱著身後 起碼會進步一點點 正大光輝加眼罩Rubick的兒子 究竟行不行 不敢說 因為你加眼罩 可能很進步 但是他最近的試集 戴了眼罩 就試給你們看 很快的 放出來 但也斷得很快 所以我想暫時不得住 減3分 這一匹 上季拿得乾 我都說過 這一匹馬 是需要內檔 需要過千二米 但這次就排了六檔 楊明論 減3分的馬 很少可以減3分的馬 可以的 所以我想先下班 這匹馬 這場馬 如果你說 上膠和中華威威放出來 會不會控制大局 當然有權 但我算死數 我覺得這兩隻馬 會互片 和上膠用周進來 未必會放 最賺的是大家開心 但我覺得 升級駿進馬 就試集 給我看 這隻馬 有些能力 當然我覺得 象限夾底 是比他的好 但那隻又純粹早熟 這隻感覺上 給他一點時間 會有些進步 而且會越跑越長 回到1400 1400 我覺得又是這條 像是死Q 接著四條 伊特 硬硬選 真的硬硬選 因為沒有馬可選 幸運女程牌12檔 不知道要追多少 銀量威龍 我先放過上膠和中華威威 但計馬 我覺得是 一般 一般 硬硬選 又是像是死Q 第八場 三班千八米 這場馬的步速 有一隻全民佳絲 黃寶 應該會正常 而且記住 上一次全民佳絲 沒有放 用蔡明紹 但那時候 黃寶是用雷神 但這次黃寶是換了人 究竟會不會有馬 燒呢 會不會有馬快呢 記住 雷神 要放頭 一定沒有人燒 這次他不是要放頭 他反而要補束 是二檔 究竟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 因為馬這隻雙白騎 始終有些小小班 用稀威心 鬥刺很鮮明 但計馬 始終是一隻很難贏的馬 現在76分 差下位置 季初在三班千米 排一檔 就捱了第三班 當時輸給白姓明 他的全民佳絲 不算很特別 位置馬 凌駕 蔡漢 被潘頓跑 前一場也跑到第二名 如果不是他的位置 是第二名也沒有 應該天池各合贏了 那場馬 但怎樣也好 他好像菊草特別厲害 田草反而現在好像不夠跑 他跑菊草千米 一個贏 一個第二名 沒得過 狀態粗起了 位置馬 不要做膽 十當 因為我怕他這場未必能夠放進去 天池怪盒 純計馬 我在排位前 昨晚已經交了稿 因為我打算有何銘煉 或者潘頓跑 但結果 用莫萊拉 我記得有個數據 有人跟我說過 就是 莫萊拉騎 蘇惠賢的馬 是未得過 是未贏過 每隻拉 聽回來 我再看回 他貴內數據 其實四隻 四隻都輸了 上季我不確認了 總之 他騎 蘇惠賢的馬 是未得過的 這是令我擔心的 但計馬 應該贏的 超級六周 排了十一檔 你會看到他 開始越來越近 千百米當然沒有問題 這隻馬 Sholey's Sacred 在外地 2000米、24米都追 一隻很有能力 二班都應該有馬贏 前季贏過二班 但上季完全跑不出水準 今季 這隻馬 也不是很生 這隻馬 一定不會追一段仔 這隻馬 很肯走 但是 菊草上場 就一般 以前跑菊草 也不算很厲害 這隻比較被動的馬 還有 他很 星格巨星 那種 用馬牙 排十一檔 留後 你要馬可分 健康在網 排了八檔 評分沒有優勢 七十一分 我講了很多次 是七十分 留下馬 六十五 六十七分 足夠贏 但是 近三場 雖然 減分 但他也有少少走勢 剛剛輸給超好日子 但他可以迫勁 他是時時順意 他是虧了 那個 捕捉場地 而且 11月3日之後 他試了一貨集 和胡椒君曹試 快捕捉 他難追 但是他輕鬆在外面 撲上來 當然 他不算是超級勁 但是他能夠跟著 一隻聖德威風 那麼順利 那隻是高班馬 所以 我覺得 他在這組中 有權差四重彩腳 怎麼算他好像 找到超級樂洲 排過八檔 黃寶 沒有了莫雷拉 馬房剛剛問我 對手強不強 他說 凌駕 天使怪俠 然後他也跟我說 天使怪俠 他也跟我說 會不會是真的沒有 雷神 會不會低一點 我都說是 雷神其實 雷神的馬 是沒得過的 大家都知道 通行都知道 但是計馬 和蝕印都沒有問題 通常蝕印都會留口一格 和你跑 這場馬應該有正常的補足 會適合跑的 你不能不拖 只限於拖腳 不要做膽了 就是隨時輸 沒有了 雷神 還有評分 都上升了不少 可能真的見頂了 這些馬 小心點 但是 夠此鮮明的 希望繼續贏 動力 非鷹 評分沒有優勢 贏了馬之後 加上來 這個分是沒有優勢的了 他會追一段近的 又是近 而沒有什麼威脅 長場都是這樣 但是 你只能限於四重彩 拖一拖 四重彩拖一拖就夠了 這些馬 應該難贏一些 回三方都幫不了手 應該 全民街支一隻長期好fit的馬 fit了很久了 所以連續三場跑千百米 都是近 但是上一場排一檔 他竟然不放 蔡明兆竟然不放 跟人鬥慢 這隻馬跑自己捕捉很好 初出那場 未開始 都可以 跟一隻白色鷹 彈掉了 他是一隻 喜歡自己快放的馬 班仔 會怎樣和你跑 除了眼罩 會怎樣和你跑 是要猜的 因為始終除了眼罩 他究竟會不會快 他都很久了 他來到香港之後 除了第一場之外 其他每一場都有 這個眼部配備 所以真的不知道 沒有了這個眼部配備 會不會還快呢 還是怎樣呢 不敢說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和班仔騎前置馬 我怕他不放 大盜知證 狀態說了 不是上季那隻 不是前季那隻 上季都已經是平分浪 距離了 今年跑三場 泥地 追都不追下 現在進入了兩分 一路到兩分區 輸了這場 再減三分 輸了兩場 再下班 下班才再做 快報速 上班就更快 因為他都賺了這麼慢報速 賺得很厲害 上一場 硬來的 真的 剛剛 第一次贏馬 馬是勝 鴿遠那場 那場是正常報速的 但是 用回那個形狀 在這組裡 都不夠爭 一段時間 十二檔 這次要留著來跑 勁區 跑千百米可以的 但是 不知為何要脫眼罩 就戴個 網面褲 千百米OK 增程會OK 但是 評分真的沒有優勢 勉強四重賽 撐一票 我希望他先減兩分 下班 美麗精神 雖然我沒有選到他 但是 我要特別強調 他來香港之前 在考菲爾德 就贏場 千百米的秋季經典 我說了很久 我說這匹馬是千六千八的 不是千四馬 雖然贏千四 然後贏千六 但是 你記住這匹馬 根本是千六千八馬 你看到他 上場 又走樣 一上班又走樣 究竟這次 他又會大敗還是怎樣 我不敢說 但是 如果他能夠跑到自己 應有的水準 因為他是一隻千八馬 他能夠跑到千八米的馬 輕磅 對手不強 這匹馬是有權 可以放進一隻 冷門的三四重彩的腳 所以 你投注三四重彩的時候 一定要拖回 這匹馬 凌駕 天池掛合和黃寶 上次穿T 你不能不選擇 這三匹馬 但天池掛合 就擔心什麼 莫雷拉和蘇慧賢沒有交收 黃寶 這匹馬 沒有了 莫雷拉 會怎樣跑呢 凌駕 在外代 雙白旗明顯狀態不夠 你不能不拖 沒有平均優勢的 健康在望 排在八檔 只限於拖腳 陸仔用 黑人 馬雅 排十一檔 你也是只限於拖腳 動力飛鷹和全民皆知 沒有平均優勢 甚至隻快捕捉 也沒有 競駛也沒有平均優勢 只限於拖腳 你怎會不焗熱 天磁怪獄 黃寶和凌駕 沒有辦法 這場馬 尾場賽事 三班千二米 這場馬步速應該會快 閃耀榮光和會長之聲 排一檔 感覺上好像這兩隻馬 一定要選擇 一號馬閃耀榮光 配潘頓特別厲害 每次都跑得好 與他跑個Pay 我想應該是位置 三龍彩一定要選擇的馬 評分沒有優勢 只欠了位置 匯長之聲也是 沒有評分優勢 跑個Feed 但他放又可以 留著跑又可以 填草級數 過來谷草可以賺一下 感覺上他減了這三磅 應該機會比閃耀榮光少許 但是 一手進落 怎麼跑 不知道的 會不會順其自然跑 三號馬齊齊有福 其實這隻馬應該還有馬贏 初出那場就輸了給閃耀榮光 之後再跑三 那場輸給共創奔紛 加了海哥 之後也贏馬兩隻 跑贏合約精神 贏馬應該是他的 這組 馬防弱 人弱 排三檔 希望他能夠 填到 跟著一號二號 閃耀榮光和胡掌之聲去跑 正常來說 這隻應該可以爭到Q 但是怕了一個人 心之行 只要是填草 贏馬 級數 上場再跑 放出來 輸給包裝長勝 和中華盛景 回來是輸少少 所以他能夠守住好位跑 第一 第二 這隻馬感覺上是有填草級數 他跑到四檔 跑谷操 可以賺 我覺得一二三都好像沒有平均優勢 以及人弱 或者齊齊有福 所以這隻馬守住三四位跑 這次很好跑 希望他能夠 拍到二碟 有遮擋位置 第三四位的位置 應該可以贏 楊愛高飛 初出就贏馬 我覺得他愛地的形狀不厲害 1400-1600 一點都不厲害 他的形狀 要進步才行 但是上場贏了一隻小妖榮光 他有點賺 他爆下去 當然 他最後沒段22秒6 明顯是超班的姿態 但是 上次排七檔 這次排檔更加外 上次是巴道 這次是蔡明兆 肯定嚴短 所以上場 你說你初出的話 他可以贏到馬 純粹是因為級數 這次會不會再贏到呢 我有點懷疑 第一 第二就是排十檔 沒有賠率 我就寧願放回第五選 這次真的不追 合衷共濟 之前都說過 沒有評分優勢 所以之前有人說 為何潘頓騎得那麼柔 但其實他騎完給你看 也是第三個最多 賽膳已經說過了 評分沒有優勢 就是這麼簡單 連續兩場放頭 都回到來不算很多 狀態仍然不錯 但這次排一個大外檔 多塊馬 如果他要放頭 應該走三疊 我想怎樣都選不到他 先看著 維港斌流一隻 我不敢完全畫死的馬 我覺得四重獎一定要拖 但只是能夠拖腳 因為這匹馬 評分沒有優勢 70分是很浪 贏了馬之後 他會接近 因為他跑個Feed 但這次上次排十檔 回來追下去 爆回第四名 上次輸給養愛高飛 他也是賺 但爆下去不夠神進馬車爆 這次排八檔 他也是會這樣跑的 初戴開防眼罩 除非有個很快的捕捉 不然他跟養愛高飛 都應該低一點 好運氣 明顯馬房有攻勢 配合而來 但是這隻馬 不知道什麼時候肯放 不知道什麼時候放得出 不知道什麼時候的腳不痛 連續跑了三次第六名 今次又是第六名 就是輸給剛才12345那幾隻馬 我覺得很大機會 因為他評分沒有優勢 一隻是邊線馬 就算他放頭也好 都不夠那些馬跑 所以我想應該難一點 人和嘉誠評分沒有優勢 馬牙低一點 12檔 後追一段 我想他怎樣爆也好 他會近 但是應該不夠維港賓流 楊愛高飛那些跑 有第四已經很偷笑 盡著是排七檔 但評分沒有優勢 先減3分落斑 非凡 完全沒有進步 因為這隻馬 上季打算這隻馬 是年輕 打算給他一點時間 最初跑得近 都知道這隻馬有些用 但季節跑兩次都不行 最近試貨泥閘 早幾天 試貨泥閘 不算很肯走 我覺得是好過之前少少 但我經常覺得這隻馬 可能跑泥地比跑草地 選不到 雖然莫雷拉 選來騎 但是1234 好像高一折 跑草地 高草千二米 騰龍超影 十歲老馬 緊緊分 開始越來越近 輸了這場下班 我想會更加適合 下四班 用潘盾 就贏了 這場馬是1234 四隻前置型的馬 應該會全賺 看一看維港斌流 合衝攻劑 和好好彩彩 會不會燒 如果燒的話 就會有少少不同 但這場馬 最關鍵是好好彩彩 會不會快 如果快的話 就可能會搞亂少少 但始終在裡面 都有基本前速 所以在外面 應該難少少 要留得厚一點 所以讓我高飛 我覺得這次未必追得及 因為它是嚴短 沒有新鮮感之後 我寧願薄它 是跑第五 我選了一隻心智行行頭 因為始終有田祖級數 1號2號沒有評分優勢 3號就是人藥 所以我猜心智行有6倍WIN 所以賭WIN比算 俄虎船馬房 整個手馬都好像是邊線馬 黃寶好一點 有主意三生好運 幸運旅程 四重載腳 是維港奔流 高冬妮馬房 我猜星周進馬 應該是最好的一隻 華美福星和仰愛高飛 我寧願拖腳 美麗精神會 是一隻冷本四重載腳 呂建威馬房 心思人傳 是最好的 丁冠濠馬房 鑽石福星要拖 雪茄子又拖腳 安田之寶也是拖腳 希斯馬房 威闖領航大帝 四條煙 這三隻馬好一點 但都是邊線馬 蔡有漢馬房 奇寶要拖 金光復星要拖 冥激之心贏 凌駕 我猜拖勻 至於外蕩 非凡難一點 審習成馬房 兩隻都是沒有評分優勢的馬 勉強試用彩拖一票就夠了 文家良馬房 大家開心和創科先鋒 全日最好 雙南奇 我猜勉強試用彩腳 其他都問水少少少 衛達馬房 勝出魅力 歡樂揚揚揚揚冥冠著 各取所需 宜春輝煌 全部都不夠 護掌指聲好 但護掌指聲者是位置馬 看法輝 葉倉馬房 我猜是二話不說 和戲與牽行最好 兩隻都是王牌馬 其他馬都問水少少少 容天鵬馬房 無限驚喜 全日最好 騰龍驅 騰龍驅 騰龍驅就是外蕩 所以只拖腳 閃耀榮光也是位置馬 所謂的馬房 成手馬 仍然贏 發營喜 這兩隻好 十二馬位置 天池鬼俠可以爭 但用莫雷拉就不要賭WINPAY 方家拍馬房 度身定做你勉強四龍採腳 快捕捉也是 賀爾馬房那三件沒有評分優勢 邊線四龍採腳最多 遙本輝馬房 今次全民街市對住的王寶 不是莫雷拉 我想這次應該會放 所以要拖回這隻馬 一定要拖回 但只限於拖腳 正常來說 你知外星應該可以贏 正常來說 妙禮德馬房兩件都是位置 四龍採腳 隨於石馬房那些 我想最好應該是狐蕭軍蟲和有苗頭 看看可不可以起到個孵 霍里士馬房 頭長兩隻馬都拖 成功升區有權贏 雙馬騎是位置馬 最好應該是齊齊有福 可憎欠穩 公正福象 看看可不可以賺一下快捕捉 而可以追到他一隻位置 賀亮馬房 怪獸廚神可以爭位置 高柏辛馬房兩隻都不可以 蘇寶羅馬房 立活力得勝應該贏 全中十二檔是害一害他 其他馬都慢一點 但最好是頭兩場 好囉 你 要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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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